警方针对2020年底发生的克兰芝树林被错误清楚事件进行调查时 发现玉郎集团的两名职员提供错误的资料 2021年2月时任贸工部长陈振生 当时在国会就这件事进行说明时 便是依据这些错误的讯息 他今天在国会做出澄清 陈振生说 当时贸工部根据玉郎集团提供的资料 指集团的项目经理在2021年1月13号 发现树林被错误清楚后 就马上要求承包商停工 但事实上 他和上司两人在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件事 向上级汇报的资料也是错误的 警方的调查也显示 之前承包商说 没有收到任何有关清除树林的款项也是错误的 事实上 玉郎集团支付了部分的款项 当中包含清除树林的费用 但玉郎集团建筑合约和采购部的职员 没有发现这笔款项 包括清除未获得国家公元局批准的部分树林 陈振生也说 贪污调查局已证实事件没有涉及贪污行为 这起事件目前交由总检察署处理 总检察署正在考虑是否要提控两人 玉郎集团则将成立纪律小组 决定是否对肇事者和他们的主管采取行动 就确定是否对股纪律小组 我们是否要提供了